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由范迪赛尔主演的系列科幻片《星际陈奇》 故事开始于一艘名叫猎人号的飞船上 在飞行过程中,飞船上所有人都进入了休眠状态 然而途中,飞船突然遭到了不明碎片的袭击 船长被碎片击中,当场丧命 而醒过来的船员卡洛林和欧文开始动手操控飞船 为了避免飞船坠毁,卡洛林丢弃了船尾的货舱 但仍然处于超重状态 当卡洛林想继续丢弃乘客舱时,欧文极力反对 最终飞船迫降在一个不知明星球,乘客们都得以存活 然而欧文却身受重伤,去世了 醒来的乘客们纷纷感谢卡洛林拯救了他们 这让卡洛林不知所措 另一边,飞船里的被关押的犯人蒂克也苏醒了 趁机从破损的飞船里逃了出来 负责关押他的警察约翰发现这一情况后 让众人提高警备 并表示,迪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然而此时,众人的更关注点却是 如何能逃离这个有三个太阳的星球 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一行人分成两队行动 一队去寻找水源 另一队将欧文掩埋,并看守飞船 经过一段路程后 约翰在望远镜里看见类似树一样的物体 走进了才发现,这并不是树 而是大型动物的实体骨架 随后,他们还发现了荒芜的检查站 里面有水源制造机和飞船 众人非常开心 而负责掩埋尸体的队员发现了一个洞穴 好奇地探头查看时 经就被不知名的生物拉了进去 残叫声响彻了这片大路 黑发女温盛赶来 经发现罪犯迪克站在外面 洞穴周围血迹斑斑 当迪克准备转身离开时 被埋伏的约翰抓到并拿走了他的墨镜 没有墨镜,迪克无力抵抗 被约翰再次绑了起来 当卡罗林在舱内见到迪克时 他的眼睛发着光 因为他曾经被关在没有一丝光线的黑牢里 为了生存下去 他的眼睛做了手术 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一切 卡罗林认为是迪克杀死了同伴 但迪克却否定 并表示这个星球上有更为可怕的生物存在 让他可以去洞穴里一探究竟 卡罗林来到了洞穴 惊讶地发现同伴剩下的半条腿 这时候洞里的生物也开始骚动 卡罗林吓得赶紧逃走 人们赶来把他救起 而约翰找到迪克谈判 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逃出这个可怕的星球 迪克答应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之前发现的检查站 但修理好的飞船没有足够的能量电池 而这时候其中一名小伙子失踪了 众人找到了他的尸体 在那里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人体尸骨 原来这个检查站被怪物袭击了 可是怕光的怪物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卡罗林从样品的标签里得知 事情发生在22年前 原来每隔22年 行星会转到这个星球 将三个太阳的光线都阻挡 整个星球都会陷入黑暗 而这一天马上就要来临了 情况紧急 他们决定去坠毁的飞船上拿能量电池 迪克告诉卡罗林 约翰其实并不是警察 只是一个赏金猎人 这让卡罗林很震惊 可是当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一行人开着太阳能车去寻找电池 就在刚找到电池之际 黑夜也开始降临了 成群的怪物布满整个天空 逃跑过程中 黑发女鬼怪物四成两半 他们为了返回检查站 将飞船上发光的亮条绑在身上 然而路上诸队有的一个害怕 让亮条的灯熄灭了 众人只能点燃烈酒 继续前行 迪克告诉众人 怪物是嗜血的 一直被追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受伤流血了 原来其中的小男孩杰克是女扮女拿装 而他正好在生理期 这就让他们回去的路增加了困难 约翰自私地想让迪克去送命 然而却被迪克率先在他背后划了一刀 怪物倾刻间就把约翰吞没 后来迪克让剩下的人躲到洞穴里 他一个人来到了飞船 正准备自己驾驶飞船离开的时候 卡洛林找来了 他们在洞穴里发现了萤火虫收集了起来 在他的血绸下 迪克救出了剩下的人返回检查站 没想到途中还是遭遇了袭击 卡洛林为了救迪克被怪物刺穿抓住 消失在黑夜里 愤怒的迪克驾驶着飞船 用烈火焚烧了这群怪物 带着紧生的两人离开了这个星球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点个赞和关注再走呗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 打赏了